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柔佛彭亨灾情告急 内贸部立即派实务银行到灾区支援 杜绝色情及诈骗内容 通讯部两年内封锁域无益软信 大马气象局今天发布红色警报 彭亨 森美兰 马六甲和柔佛预计将持续降下危险级别的豪雨直到星期四 同时气象局预计此次季风潮将持续到本月六号 并导致大马半岛及沙拉越西部和中部持续降雨 气象局发文告指出 彭亨的红色警报地区进一步扩大 当中涉及百勒 北根 云冰 而连突马兰和关丹地区 同时 森美兰 马六甲和柔佛同样处于红色警报地区 彭亨 立碑 文东 淡马鲁及牢物将出现恶劣的持续降雨 直到3月2号 至于登加楼 彭亨 金马伦高原 沙拉越的古晋 西连 三马拉罕 斯里阿曼 墓中 斯里街 施屋及墓郊也将出现持续降雨 此外 霹雳曼容 劲打中霹雳 金宝 巴也拿都 夏霹雳 马登巴冷和穆亚林 雪兰娥 吉隆坡与布城 也面对持续降雨 在天气不佳之下 吉兰丹 登加楼 彭亨和柔佛东部海域的海平面将会上升 直到本月3号 可能会出现海水泛滥的情况 民众可以浏览气象局官网或脸书了解详情 连绵好雨导致柔佛多个地区传出水患 截至今天上午 该周有25个临时疏散中心投入运作 并收拾来自西加墨 居卵 戈达丁仪 新山 古来等灾区的灾离 新山马赛城镇的灾离向媒体表示 这是他们迄今为止经历过最严重的水灾 水位不仅上升到脖子的高度 甚至淹没了他们的家园 水位不仅上升到脖子的高度 水位不仅上升到脖子的高度 此外 河水水位上涨 也是导致低洼地区房屋被淹没的因素之一 目前 受水间影响的四个县 分别为西加墨 居兰 哥打丁一以及兴山 其中 兴山共开设六间零食疏散中心 其次是西加墨 同样开设六间零食疏散中心 柔佛近日暴雨成灾 一名二十岁的印尼青年在上班途中 被急流连人带车冲走 难逃死捷 最终被发现时已溺斃车内 军联警区主任巴林指出 警方是在今早七点二十分左右接获同报 指一名男子在途经居栏占美路时 连人带车遭急流冲走 并不知所终 随即派员展开搜救行动 最终 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分 在距离事发地约二十到三十公尺处 发现一辆在洪水中的轿车 并证实失踪男子已经在车内溺斃 初步调查事发前 死者是从家里出发 准备到位于巴罗的游踪场上班 不料却发生噩耗 目前死者的遗体 已经送院采取下一步行动 当局劝警民众在经过淹水路段时 务必提高警惕 并时刻遵守当局发出的 交通指示及时撤离 马六甲昨天下午降下连绵好雨 让执法当局拉响警钟 尽管目前该州并没有发生水灾情况 但消整局宣布将动员五百多人 到中内一百二十四个水灾高发区 以随时做好应灾准备 在这边的连续行动员 接着目前马六甲消整局已经鉴定130个危险且有可能崩塌的山坡 其中位于埃及勒和特邦的两个斜坡地区情况危急 需持续监督 柔佛和彭亨灾情严重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立即向受灾地区的居民发放食物银行援助 部长达多斯瑞·萨拉乌定保证相关物资将能满足灾离的需求 萨拉乌定指出各政府机构包括社会福利局和州政府将立即启动应灾措施 确保灾离及时获得援助 萨拉乌定保证相关物资源浩 他是在登加楼出席 州级慈敏菜单推介里时 这么指出 再过三个星期 我国穆斯林将迎来斋戒月 国内贸易级生活成本部长 达德斯里斯拉胡定指出 政府将在数个州数 启动慈敏债戒月市集 目前已经确认数个地点 将持续与数个机构展开讨论 萨拉胡定指出 这项讨论包括 降低斋戒月市集的租金 以间接降低市集的食品价格 他们能够赚钱 但所有部分都能够赚钱 最后都是提升的 这个贡献 此前 萨拉胡定已在 刮拉登加楼的 帕萨拉雅撒巴顺 启动慈敏销售计划 该超市将以低廉的价格 出售253种商品 折扣高达三成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5家大型超市 同意提供一成到三成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优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前在阿联酋官房的国家元首苏德·阿布德拉陛下 星期二在阿布扎比礼节性拜访阿联酋总统穆罕穆德 陛下不仅谈及加强双边关系各个层面的措施和努力 更邀请穆罕穆德来马访问 国家王宫发文告指出 陛下也感谢阿联酋政府协助大马政府运送42吨人道救援物资给叙利亚地震栽离 这些物资将通过阿联酋红心乐会运往叙利亚 文告说陛下是在彭亨摄政王 通顾哈萨纳殿下及彭亨王子摩哈曼·伊斯坎纳的陪同下 与穆罕穆德会面 随后穆罕穆德也在阿布扎比设宴 款待陛下及大马代表团 据了解陛下是从2月26号起前往阿联酋 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工作直到今天 元首后通顾阿基萨也陪同访问 首相达德斯利安诺阿与夫人达德斯利万阿基萨 今天中午乘坐专机前往菲律宾展开为期 两天的官方访问 在抵达维拉莫空军基地时 两人受到担任世从部长的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长 张乔伦欢迎 而现场也演奏两国国歌以示敬意 根据行程 安诺阿今天也到菲律宾总统府 马拉坎南宫会晤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以及接受官方迎宾议事 接着两国代表将举行双边会议 并召开联合记者会 而在明天 安诺阿也将前往菲律宾大学发表 亚洲复兴30年后东协策略启示公开研究 并接受大学评议会 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同时与住在菲律宾的大马公民交流 预计明天下午将回到大马 陪同首相出席这次访问的还包括 外交部长达德斯里赞比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达德伊文 以及大马驻马尼纳大使摩哈摩尔法律 为了帮助水灾灾离 重建家园 掌管沙巴沙捞月及特别事务的首相署 副部长达德威尊指出 政府将为受灾居民提供最高5000令吉的 房屋维修援助 相关拨款将在县办公处完成评估后 发放给一家之主 除了那些,如果有点赞用家庭 得出达5,000 工程会会使用系统 由于Kementerian Kemajuan Desa dan Wolayah KKDW dan jugaKementerian Pembangunan Kerajaan Tempatan KPKT 使用系统 能够选择用家庭 在不同的各个省 同时政府也将继续为符合条件的灾离 提供1000令吉的天灾援助金 以及2500令吉的基本需求援助 水灾遇难者的家属也将获得1万令吉援助 对此入住临时疏散中心的灾离 可以向中心申请援助 其他灾离则可以向各自社区领袖申请 但申请是否获批取决于出任 现灾难委员会主席的县官员确认 面对全球通膨国内贸易级生活成本部 和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将携手合作 成立特工队 以共同商讨物价控制及高涨问题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副部长副家指出 这项合作将能在业者及消费者需求之间 取得平衡 即能达到双赢局面 是的 最后事件 实在提供我经历 conce護 有很多 trong种脑子 例如水肺食安 会令 energy 可以对 Algorithm 由于 KPDN κ被引用于处 crap 至于咀嚼 所以,虽然如此,我们会拥有拥有拥有 所以,我们会永远避拥有拥有拥有 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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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在这种状态 我们尝试均衡和拥有拥有拥有 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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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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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家是在国会上回答豆亚兰 国会议员Dato Sri Wilfred的提问时 这么指出 截至目前,政府已将10个物品列入价格统治名单 其中6个享有政府津贴 当中包括润酒武汽油、拳击鸡蛋和包装食用油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民众能更及时与亲友联系 获取资讯,但无形中也沦为假新闻的温床 甚至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对此通讯及数码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 传播色情和威胁安全的内容不仅会受到法律兑付 也会受到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的限制及屏蔽 张念群指出 在该法令下,政府将与社交平台供应商及电讯服务公司展开合作 以协助屏蔽相关内容 当中有108宗案件还在调查中 115宗案件已经控上法庭 40宗案件已经被开出法单 无论如何,政府计划检讨有关法令 以防止法令遭到滥用 而通讯及数码部也欢迎朝野国会议员 就如何改进该法令提出意见和建议 随着印尼首都牵制东加里曼丹 我国政府将致力改善通往沙巴、沙拉越和加里曼丹的移民关税及检疫大厦 并考量边境的发展需求 为商业及投资连接做好准备 以促进大马和印尼的经济增长 经济部长 Rafiqi指出,政府将重点加强马印两国的边境安全 并增加有关地区的安全控制哨战 结至目前政府已经批下 十路东移民、关税及检疫大厦的建设拨款 并将予予落实 建设成本涉及8亿1900万令吉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 在去年11月29日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议 CPTPP不会对我国农业带来负面影响 反而能够保障本地农民的权益 因为该协议是唯一认可粮食安全课题的自由贸易协定 刘振东指出 政府是有权对食品实施出口临时禁令 确保国内人民有足够食品供应 而该协议也不影响政府的援助计划 包括用于出口用途的农业补贴 同时不会突然全面取消农业产品进口税 政府没有必须保障贴的贸易却 据了解 我国是在去年9月30号 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议 成为11个成员国中第9个批准该协定的国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3月1号是大马陆军成立第90周年纪念日 国家元首苏丹·阿布陀拉感谢陆军在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人民方面所付出的贡献 另外 吉打苏丹·苏丹·萨赛雷乌定也配合陆军周年纪念日 向大马陆军和大马皇家马来兵团献上出贺 苏丹·萨赛雷乌定通过吉打王室脸书发文表示 他对大马陆军一直以来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 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殿下同时祝贺 大马陆军参与各项国际层面的行动 当中包括通过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为此 殿下向上仓祈祷保护大马陆军 以便他们能继续付出及保卫国土 同时希望政府可优先考虑大马陆军的福祉和需求 配合大马陆军成立第九十周年 五十八名陆军和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各军衔军人 在新街场陆军军营举行庆典仪式 大马陆军总司令丹斯瑞·参罗斯指出 今年的庆典活动象征着二战期间 马来军团英雄阿德南中尉捍卫国土的精神 她是在首都吉隆坡举办的 大马陆军成立第九十周年纪念日 庆典活动后向媒体这么指出 此外她提到 大马陆军将配合陆军日举行各种活动 当中包括本月十一号和十二号 将在波德森陆军训练中心举办的 二零二三年陆军开放日 届时将有各种展览以及割烈有趣的活动 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斯利·安罗 日前提成的团结政府第一份财政预算案 是一份具有包容性的财案 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及领域 其中包括向稻农发放每个月二百令吉的援助 为期三个月或一个季节 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本台记者走访彭亨一带发现 当地稻农对于这项举措都表示欢迎 在彭亨北根有超过两千名稻农 在总面积达五千公轻的稻田上默默耕耘 而政府所提出的倡议 不仅可维护稻农的利益 同时减轻他们的负担 中文字幕提供 能够购说 作为做这个不仅可能 去中文字幕提供 美和国人的负责 是 把牙人增加了 这是一种的威力 我们也设计要肯定是 在三个月之后 再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有些 所以我们能量一些 所以我们都将来愿意 在三个月之后 我们现在将来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首相安诺阿日前提成的 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将拨出16亿令吉 作为稻农各项补贴和援助 如稻米价格 肥料和焊稻 这项援助可汇集全国大约24万名稻农 涉及款项高达2亿2800万令吉 除了政府早前所宣布的 6000万令吉捐款外 国家稻米公司也将再加码 分享进口百米所赚取的利润 并将其中净利的30%提供给稻农 好的 以上是晚间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杨怡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